歡迎收聽《紳士閣聽新聞》 我是Susan 今年神韻在當地的演出場場爆滿 神韻將法輪大法學員 反迫害的信息搬上舞台 中國民眾堅毅的信仰 驚天動地的故事情節震撼了無數觀眾 什麼是法輪大法? 這是很多觀眾好奇的一個問題 更有觀眾現場購買大法書籍 準備帶回家學習 Joran全街一起觀賞了當日的演出 Antonio Carlos Joran是一位知名人物 2024年他連任了巴西天然藏交商會主席 太太Miriam和女兒Fabiana是律師 另一位女兒Vivian是管理人員 一家人很開心地表示非常喜愛神韻 Fabiana說演出非常無得頂 藝術的形式非常打動人 真是好極 Antonio和Vivian也欣賞地表示 非常喜愛神韻 順善順美的演出 他們表示非常推薦神韻 Miriam代表全家說 演出精彩絕倫 舞台色彩 圈禮短目 舞蹈藝術家技藝高超的同步性令人驚歎 令我印象深刻的是中國傳統文化 神韻來自紐約 卻將真正的傳統文化保留並醞釀 這個非常偉大 神韻傳遞出傳統文化的神聖內涵 深深打動了Miriam 她表示 節目中有很多關於傳統道德的故事 我認為非常好 她展現了傳統中國女性的美德 非常有教育意義 Miriam感動地說 我明白神韻藝術家付出了多少 才將這樣一台完美的演出呈現在我們面前 我們能夠理解其中的特殊性和重要性 希望大家能夠穿上 你們最莊重的禮服來觀看神韻 最後Jeran一家向神韻表達了 有衷的感謝 Miriam表示 神韻呈現的是 我們非常欣賞的古老文化 祝賀神韻 法比安娜說 演出的一切非常美好 太精彩了 希望你們能夠繼續將這種傳統文化 傳遞給全世界更多的人 我們為你們而自豪 財務總監 Roberto Gavioli觀看神韻下說 演出傑出非凡 製作精美絕倫 故事豐富多彩 傳遞的信息引人入勝 Roberto從事保險業的太太 Mandes說 演出給人一種輕盈 平和 寧靜的享受 令人經驗的色彩和配搭 非常引人注目 特別是那出黃色花朵的舞蹈 令人感到很平靜 演出真是卓越非凡 Roberto非常贊同 他表示 演出融合了東西方樂器的現場樂團 令他大飽以覆 這種融合非常吸引人 音樂、音色令人著迷 和我以往的體驗自然不同 非常獨特 神韻主題多元的舞劇 也令他們大開眼界 他說 有兩個節目 令我特別難忘 一個節目是 金猴鬥紅鞋 另一個節目是 大圓滿 這個關於善良、寬容 和慈悲的現代故事 由於中共對傳統文化的打壓 神韻無法在中國上演 令Roberta夫婦感到心情沉重 Roberta說 中共現在仍然限制著 藝術和自由的表達 真是令人水喪 但相信不久的將來 這個世界就會更加進步 Mandez說 藝術家的堅持和決心令人佩服 雖然他們暫時無法在中國 展現美好的信息 但他們的信念 在演出中傳遞得淋漓盡致 Roberta也表示 為神韻加油 請將這份美好和全世界分享 在聖保羅福林大學教授 哲學和藝術的Antonio Braga 觀看神韻後表示 演出極其迷人 風格、氣勢都令人著迷 整場演出每個瞬間都值得細品 他盛讚演出精彩絕倫 演出的每分每秒都密超所值 神韻音樂令人讚嘆 二虎獨奏給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Bragger對神韻復興的中國傳統文化驚歎得表示 中國的歷史和文化引人入勝 演出以美麗的方式展現了這種文化 無論是色彩還是音樂的曲調 都將它完美地呈現出來 神韻以藝術形式表現中國現狀 揭露中共對法輪功修煉者的殘酷迫害 因此遭到中共打壓 Bragger表示 這次演出展現了真善忍普世價值 是不會因打壓而磨滅的 生命的價值觀超越了政治和某一些時刻的決策 這是普世真理 例如真誠善良寬容 這些價值觀都是普遍存在的 我相信當我們重視這些價值觀的時候 我們會變得更有人性 這個或者是我們面臨的一大挑戰 如何更富有人性 並以人性的最佳方式行為處事 Bragger認為 每一個人都是善惡同在 但事情的結果關乎人的選擇 人性中可能會有陰暗面 但同樣也存在著善良和希望 當我們釋出這些正面理念時 我們會變得更好 周遭的世界也會隨之變好 我們時時刻刻都在做出選擇 Bragger為神穩助威 請神穩繼續加油 這8個藝術團在全球演出已經是巨大成功 巴西聯邦稅務局官員 Newton Masahiro Nakamura 和在巴西最大銀行負責信貸業務的太太 Christine Alphys Rodriguez 一同觀賞神穩演出 他們表示感受到與造物主的聯繫 並當場購買了法輪大法書籍 Nakamura敢談話 這個是我們與造物主的聯繫 我們能感受到它並與之融為一體 Rodriguez也感受到 有一個神我們都與之相連 我們需要與之相連才能獲得救贖 Rodriguez讚不絕口說 哇 太厲害了 我們被深深地震撼了 簡直沒有與倫比 那些服裝 舞蹈 太令人驚艷了 美得驚人 真是太精彩了 那個熱壺演奏家的獨奏 真是太精彩了 那個聲音 太美妙了 演奏家演奏得太美了 美好的音樂能觸動人心 二壺的演奏令Rodriguez有一種平靜 一種靈靜 一種輕鬆的感覺 Nakamura特別喜歡演出中傳達的精神信息 Rodriguez則進一步解釋他們共同的感受 他說 我覺得這個信息的意義 遠不止表面所顯示的 不僅是關乎這個世界 甚至不僅是關於與神的聯繫 無論個人信仰是什麼 他強調說 而是在於有一個神的存在 我們都與之相連 我們需要與之相連才能獲得救贓 演出的最後一個節目是《大圓滿》 創世主在最後一場出現 Rodriguez 表示 這個令他們感到一種強烈的共鳴的情感 這一幕令Nakamura感動得熱淚盈康 他說 太激動人心了 這個一種與神聖力量的聯繫 一種無限的聯繫 我能感受到它的存在 並與之相連 以上節目內容取材至大紀元記者 麥雷 馬克斯 斯科基亞斯 巴西聖保羅報導 這次的《新視覺聽新聞》就到此 請記得訂閱、點讚 本節目粵語版部分內容 已加入大紀元的Patreon 也請大家多多支持 喂喂 看完米酒住 記得like、subscribe和按鈴鐺 支持我們支持真相吧 請大家多多支持 支持真相對 支持真相對 支持真相對